位于卢州区永平市场大楼四楼的永平活动中心 由于顶楼泄水坡度不足 加上太阳能板基柱和冷却水塔等设施防水不良 导致漏水严重 新北市议员李倩平两年前承办理会堪 要求市府团队进行全面改善 虽然市府砸钱修缮 但支标没有资本 余裕到下雨天 志工们还是要拿着水盆到处接水 惨不忍睹的窘况 让经常在这里办活动的里长们头痛不已 上次其实议员就已经有来会堪过 就是这个漏水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好像修完以后越来越严重 那因为它的使用率很大 我们也担心使用的人的安全 所以我们再次的请我们议员来帮我们解决这个漏水的问题 其实我们第一次会堪的时候 厂商这边也就是我们金剑科市场处这边 也都有共同参与 那但是呢后来我们去看了 它的一个改进的方式的话 好像有点治标不治本 那刚到楼上看 确实他们做的有点出自烂照 那这个刚好 9月24号下一个年度的会期就要开始了 那我会正式的提出质询 然后希望我们的相关单位 能找出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 新美市市场处表示 针对永平活动中心再度漏水的问题 会在与各管辖单位研议 找出一个治标又治本的解决方法 针对那个今天会议员的这个 他所说的问题 我们会带回去讨论一下 就是看要研议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来解决 李建民指出 永平活动中心的使用率非常高 不仅是附近三个里的活动据点 也是营法俱乐部 和多个地方社团的所在地 因此空间维护相当重要 后续将在议会提出咨询 要求市府彻底解决漏水问题 还给市民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 记者伦宏采访报导